不只是我這樣想 就連左派都這樣說了 就連CNN都這樣說了 說總統夠囉 不要再一天當叫別人法西斯了好不好 這對你好像已經沒有幫助了 人好像都已經看出來你到底有幾兩種了 是別人科系的頂部 選了,否則是第2央選票 選了,選了選委員長,選了選人 選了選手擇選定 選了選,選了選委員長 選,選了選人 選擇選去國穆 選! 選了選紅 選了選,選! 選選人 選選選 選選啦 選! 選選! 選選!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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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 刚刚那一段是CNN吗 整个摄影棚都同仇敌凯 通常这种左派频道的节目 都是一个假保守派 一个rhino 在那个地方说一堆 我们都不同意的 最常就像The View那个节目一样 就是在那边说 我是保守派 我都看不下去了 在这些议题上面 我虽然是保守派 但是我选择跟左派站在一起 因为这个才叫做正义 这叫社会正义 不是耶 刚刚CNN 整个节目 所有的人都在那边说 拜登现在太超过了 讲的东西没有帮助 而且有在分裂人 又在那边生气 然后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说他现在说的话 好像不是一个 手握大权的总统 应该要讲的话 这是CNN耶 难道CNN突然良心发现了吗 不可能 然后他们变成了 支持保守派了吗 做梦吧 他们会这么说 是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已经不再得到人的支持了 他们看到整体的情况 整个情形 看到了11月选举的时候 选票上面的名字 他们看到美国人真正的想法 民调 然后发现说 我们好像方向有点错误 好像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不能再一直被左派牵着鼻子走 再走下去的话 公司的营业额会变少了 因为整个民主党的领导 民主党的方向 好像越来越没人气了 越来越美况愈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